历史九年才完成通车的南迴改工程 在这期间台东县也不断在做准备 由于隧道长4.6公里 相对的救援难度比较高 因此为了依应隧道 特别成立了达人消防分队 以及高级救护分队 提供最好的隧道救援人力和机具 这样饶庆林希望通车之后 可以给游客更便捷的道路及旅游环境 地方乡亲引颈期盼多年的 台九县南迴公路拓关改善工程 终于全线完工 姚清林县长表示 南迴改从民国九十一年台东人争取拓关 历经多年再历任县长立委的争取 以及中央给予经费工程的支持 与工程人员的辛劳得以顺利通车 2011年那一年是 盲友总统和华叶县县长 在这里开工 共同典领 8年9年首共17年 我们在这里今天和各位一起 建政这个任务的完成 这一路上是多少人的幸福和累积 我们姻缘聚会今天在这里 能够接受这个果实 的确想如苏院长所说 这一路上来有太多人的辛苦和付出在这里 而为了因应路段拓宽通车后 将会有大量游客车流进入到台东 台东县则增边达人消防分队 并成立隧道高级救护队 提供最好的隧道救援人力与机具 保障维护隧道内安全 在这4.6公里的隧道长度 我们在隧道救援当中 它的困难度是相当高 所以台中县政府为了因应这条隧道 我们特别成立了达人分队 俗山隧道总分队 不请如此 我们特别为达人分队 封设了一位一个高级救护队 台东县为了南回改通车 做好了许多准备 像是大五乡新建南回易休息站 台东县大五乡卫生所 寄南回紧急医疗照护中心 新建工程等配套措施 希望有效带动观光及经济效益 继续讲解大人相报道